112年华联市市长杯曼述累球锦标赛 这个星期假日两天分别是在国福棒累球场 还有大本公园的累球场来举行 总共有32支队伍超过600位的好手 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交流球技 而市长魏佳燕应要出席的开幕典礼 他也勤勉参赛选手有亮眼表现 他也表示施工所会继续来支持各项运动 让华联市成为爱运动的城市 112年华联市市长杯曼述累球锦标赛 29号下午在大本公园累球场举办开幕 市长魏佳燕表示 华联市培育体坛健将的摇篮 施工所会持续支持各项适合大小朋友的体育运动 将华联市打造成为一座爱好运动的城市 今天也是我们办理我们市长杯的 棒累的一个活动 今天很开心 那今天也是兑现了佳燕在选前的一个承诺 那积极的推展我们体育的一些项目 那我们也知道棒累是花联的一个根 那其实很多的一些国手都是从花东出来 尤其是花联 那我们积极的培训 那其实我们也更胜为推广到我们市区或者是一些民间 那让大家都喜爱这项运动 那未来不管是在棒累或者是篮球 或者是其他的项目我都会积极的来推展运动 让大家跟他运动 花联县体育会慢速累球委员会的主委赵丰山 也感谢市长魏家燕 还有县员魏家贤等人 对慢速累球运动的支持 还是请代表我们花联县 慢速累球委员会 以及还有我们这个软式的协会 再次感谢我们的市长 不管是前市长还是我们先市长 对我们这个慢速累球运动 不管是软式还是硬式 非常大力的支持 那也希望说在这个杯赛来讲 可以达到羽球会 因为这次也有我们来自我们台东 几外县市的这个球队前辈 来共襄这个盛会 市长被慢速累球锦标赛分为公开组 社会组健康组还有软式组 总计有32队来自花莲和台东的队伍参赛 现场包括了县议员魏家贤迪布斯依赖 市民代表邮振林 还有县政府县议会 立委办公室的代表都到场 为选手们交打气 谢鲁慧欢事报道